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上班时间 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交警队的门口站了一个人 他既不是来交罚款的 也不是来办手续的 他就那么犹犹豫豫的在门口站了很久 周围的人看他都觉得奇怪 这个人到底要干嘛呢 但是估计谁也猜不到 这个人居然是一个网上通级的逃犯 一直到今天 45岁的刘玉宋回忆起那天 他又站在交警队门口的时候 他仍忘不掉那种愧疚和惧怕 纠缠在一起的感觉 那是他七年以来 第二次踏进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区交警队 接待他前来自首的年轻交警 并不了解刘玉宋当年的案子 他先把刘玉宋请到了办公室 你什么事情管的 我是23年在合设法学生去一会儿 就是那个2003年 12月17日 晚上你 晚上去一帮 晚上去一帮 然后这上门子 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 接待刘玉宋的年轻交警 找到了当年 曾主办该案的 这位年轻稍大的名警 他们找到了七年前 那起案件所记下的卷宗 2003年12月17日 晚上大概八点钟左右 陈胜接到报案 说在猴子石大桥上 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三轮摩托车 和一辆大货车撞上了 接近后 他和同事赶到了事发地点 勘察现场 七年前 猴子石大桥的中间设有栏杆 大货车在靠近栏杆的车道上 由东向西正常行驶 货车开到大桥中间的位置时 一辆三轮摩托车逆行 迎面开了过来 所幸当时货车司机 采取了避养措施 如果当时两车正面相撞 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那有可能是撤毁之王啊 因为这个后山的摩托车 都没什么保护了 但是我只觉得这个人 怎么回事 在这个桥上还一线形势 还挨着这个栏杆走 那是相当危险的 赵氏的三轮摩托车 没有牌照 而且车上当时除了司机 还坐了两个人 无照驾驶 逆行 违规载人 这些行为 让当时勘察现场的交警陈胜 感到吃惊 驾驶三轮摩托车的是什么人 他怎么敢在车流如智的大桥上 如此的淡达妄为呢 这些疑问 在刘玉宋出现之后 有了答案 当时他到交警队了 大概晚上十一点多 来了以后 我看这个人 反正一身很砸 手上也行李林的 因为当时这个信号 我就常常以后 他一来 我说你这种回事 他就说 刚才在这个桥上 好处事故 我就知道 就是这个人出事的摩托车 来交警队报案的 就是驾驶三轮摩托车的刘玉宋 他开车 车上坐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表哥罗欣忠 另一个是货主谭警局 两个人伤势较重 已经送医院进行救治了 当晚刘玉宋 在交警队做了笔录 说清了事情的过程 他本身是无驾驶证 驾驶的这个车 也是个五牌的车辆 它是游戏往东行 指的是异象 照实的三轮摩托车 是刘玉宋跟表哥 花了三千多元 从别人的手上买来的 没有上牌照 而开车的刘玉宋 当时也没有驾照 事后 交警队这起交通事故 做出了责任认定 刘玉宋无证驾驶 无牌车辆负全责 事故中刘玉宋自己也受了伤 处理事故的交警留下了 刘玉宋的联系方式 让他赶快到医院 先处理自己的伤口 第二天再来交警队处理事故 然而刘玉宋从那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既然是自己来投案的 为什么就再也不来了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别的故事 七年后 这次刘玉宋是再次来交警队自首的 警察按照程序 又对他进行了重新询问 你这什么原因想要让他们去找呢 现在生活我天下午要买乎天后去吃 没过一天好日子 嗯 有警察问过你没有啊 我买个警察 我跑警察 看着警察我就慌 看着警察你就慌张 嗯 就是很有 有这个肯定感是吧 有肯定感 七年前的那个晚上 刘玉宋到了交警队做了笔录 警察让他去医院看伤 他去了医院后不久 表哥罗欣忠因抢救无效就死亡了 一下出了人命 刘玉宋觉得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他害怕警察抓他去坐牢 当天夜里 他身上只穿了一百多块钱 就离开了长沙 你在外面再逃七年 你在什么地方 在区区 在区区干什么 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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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离开长沙之后 刘玉宋辗转逃到了贵州 在安顺的一个私人媒谣里 找了一份黑工 在那 他不敢使用真实的身份证 从来也不敢跟别人提起自己的家乡 甚至跟他一起工作了七年的工友 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生活怎么样 生活几苦 生活很苦 我问你这里面在外面 你想想不想叫一个青人 在高潮 在区子 在福伯 说到了青人 刘玉宋难言激动 逃亡的这些年里 他在外面吃了不少苦 想家不敢回 尤其是对死去的表哥家 心里非常的愧疚 逃亡在异乡 身在异乡 有这个孤独感 是不是很孤独的 不敢见人 不敢回家 逃亡在异乡 身体上的劳累 刘玉宋说他可以承受 难以承受的是对家人的思念 还有对死者和伤者的愧疚 在逃亡的这七年里 他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 说起2003年发生的那场事故 他说事故的起因和五块钱的过桥费有关 其实这一切本不该发生 七年前 刘玉宋跟表哥罗欣忠合伙 在长沙租了一间平房买蜂窝煤 刘玉宋回忆 2003年12月17日 那天傍晚 到他们店里买煤的老坛 要了一车煤 当时刘玉宋开了三轮摩托车去送货 车上出了老坛 就是表哥罗欣忠 我不喜欢老坛 我不喜欢老坛 刘玉宋跟表哥开了煤店 在湘江的西边 老坛买的煤 要送到湘江东边的城里 刘玉宋说 他跟表哥都不是长沙本地人 对路况都不熟悉 当时是买煤的老坛 帮他们吃的路 跨江的猴子石大桥 是必经之路 当时大桥东侧 由西向东方向设有收费站 进程车辆 每次要收费五元 雷宇宋说 当时老坛建议他 逆行走由东向西的车道 就可以躲过收费站 不用交五元钱的过桥费了 刘玉宋卖一车煤才能挣二十多块钱 过桥一次就要花五块 老坛的建议有些危险 但是逆行过桥就可以省下那五块钱的过桥费 他觉得晚上过往的车辆应该不多 抱着侥幸的心理就逆行上了桥 就是为省下五块钱的过桥费 刘玉宋逆行上桥酿成惨货 这事儿呢 听起来就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就是一个肇事者逃逸七年以后 回来自首的故事 但是其实 这事儿背后还有很多显为人知的故事 刘玉宋为什么要选择去煤窑打工 为什么他会在七年之后才回来自首 这些选择的背后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那究竟是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在七年前的那场事故中 刘玉宋的左手手指被切掉了一截 麦眉的老坛重伤 刘玉宋的表哥死亡 刘玉宋潜逃之后 死者和伤者的赔偿都落了空 你是不是对这个死者和伤者有这个愧疚感有没有 要愧疚感 所以就跟死者是赔偿打成了协议是吧 这份协议书 刘玉宋一直是带在身上的 协议书签订的时间 是那天交警让他去医院处理自己伤口的时候 表哥故去 他跟表哥的妻子就一块写下了这份协议 其中说到 刘玉宋赔偿以死表哥罗欣忠的家属 两万两千元 三年父亲 刘玉宋说 在他离开长沙之前 跟表哥的家属虽然已经达成了这份协议 但是当时家里拿不出一分钱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外出打工挣钱 这也是刘玉宋前逃后 跑到没要打工的直接原因 刘玉宋在小煤窑里的工作是推美车 每天要工作八个多小时 当时的工资很低 最初每个月只有七百多块钱 为了挣钱 吃饭他买最便宜的吃 省吃俭用 一个月可以攒下三百块钱 每次口袋里存够了两千块钱 刘玉宋就想法子把钱寄回家 刘玉宋说 每次寄钱时 他都说自己不会写字 请工友把钱汇给妻子 妻子再送去表哥家 每到过节的时候 工友们都走了 没摇里往往就只剩下刘玉宋一个人 有家不能回 刘玉宋说 这些年他隐姓埋名 过得比坐牢还难受 潜逃的这七年里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拼命的干活 寄钱回家 七年前 逃亡 他背负的罪责 七年后 自首 他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如果他能获得死者家属和伤者的原谅 依法他的罪责是可以减刑的 那么在他最愧对的人面前 他能获得的是什么呢 逃亡七年 金说法继续播出 刘玉宋投案自首之后 仍然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如果能够对受害者积极赔偿 并且取得他们的原谅 那么依照法律规定 刘玉宋可以被从轻处理 刘玉宋的表哥 是坐在他开的车上出事的 死者的家属 会对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其实民警去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 心里也是忐忑的 这个习惯但是他已经履行了呀 这个习惯他要不成的吗 一直从事我们在这个习惯 跟他说哪天啊 跟他商业不跟他说 他不成的吗 要不成的 要不成的 这些都不成的 这个钱是不是都不成的 那商业得你别过来看 这个是当时你签的 明白吗 是哪里的 这个人才得个拿过 对对对 但是是多少钱 当时是多少钱 当时协议是多少钱 坐下一天啊 两万二千 但是协议的怎么 ihre 됩니다 分几年付还是什么的 分三年啊 三年以后全部益全部付清没有 全部付清了吧 已经付清了 好 不是打疏条的吗 但是你打条 Eink 没有收钱的条 不是的 笏手没有的 表哥罗新忠的家在莲园市安平镇同树村 据了解安平镇上如今发展的很好 不少的居民生活富足 可是罗新忠的家里仍然只有两间土砖房 家里穷到连张照片都看不到 罗新忠的妻子说 假如丈夫还活着应该51了 但是现在能够让他想起丈夫的只有脑子里的记忆了 这三年他把这钱还上 当时是协商过吗 说分三年还清 他们要收的实际数的了 他们要赠了 实际没报应了 你赠了就赠了 是你比较体谅他说是三年 第一年给了多少钱 给了五千了 五千第二年了 七千了 七千第三年了 我妈呢 罗新忠的妻子说 每年年末都是刘玉宋的妻子把钱送过来的 而且第一年拿来的五千块钱 他知道其实是刘玉宋的妻子 从其他的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 那我们也是亲戚的了 因为你是罗新忠的爱人 我们想问问你 就是说你对这个刘玉宋啊 这个造成了你这个张伍的死亡这个事 你学上以后 你现在对刘玉宋还有什么 就是刘玉宋上面你还有什么 你是表示恋戒还是什么的 没有什么的 没有什么的 我恋戒他了 我恋戒他了 现在是恋戒他了 现在他也病困了 他也很疼戒 他没人了 那我恋戒他了 恋戒他了 也就是说你请求这个事法机关 也是对他成亲的处罚是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成群处罚意思 是不是要求这个事法机关成亲处罚 因为我想到会有个关系 不准备 要求成亲处罚是吧 要离开罗欣忠家的时候 死者的妻子把这张纸交给了交警 上面写的是这样的几个字 交警带回了死者家属的谅解书 这其实也是这七年间 刘玉宋挖煤在前环战的 另一种形式的汇报 那么那个伤者 给刘玉宋非亲非故的 那个买煤的老谈 他会不会原谅刘玉宋呢 主着拐杖 跟民警打招呼的这个人 就是当初买美的老谈 不是不是不是 你都不想要来 我还十一天了 我过去我送他 挖着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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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师伯 今天这哪儿是 是因为那个2003年那个交通事故 嗯嗯 你自己还记得不 记得 人家的304年里边是级哦 对对对对 那个蒋龙师傅以后 但是那个摩托车的驾驶员 有预送 他当时跑掉了 当时跑掉了 你住了院以后 你已经回来了 一直赔偿也没有到位了 他表示一个意愿 就是说对你当时受伤 这个情况还是进行 一定的赔偿 那么今天我们上面的意思就是说 想跟你沟通一下 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 有对的 你多少钱你心里有没有 有一个 我实际上是 我实际上是 看能不能够赔一万块钱是吧 我知道 因为时间过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这个赔偿 实际上是已经很晚到的赔偿了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要形成的话 我知道您可能 当然是越多越好 哇快点 我不是要四瓦都 我身家里 我都没看过 我都看不得可 你看我们到那个刘生家里去看了 他家里比较困难 你看这 我看稍微把你看了 他这个房子也很困难了 你能不能照顾他一点 傻一点 是吧 多少钱 过八千块钱 八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的 范围之内 把他解决看可不可以 因为他确实家里面拿不出来 都是这些亲戚朋友 就是说现在给他办办 这些亲戚朋友呢 跟他接着 这些亲戚朋友呢 我还不知有一帮我哥哥呢 其实呢 我又 吃了个月亮 到五二十个家庭子 交警代笔写下了这份赔偿协议 现在就是说关于2013年12月17日刘玉宋请博的时候 在那个仙人大桥桓的桥桥事故 现在造成了谭景局受伤的桥桥事故 或者想问那个事故啊 陷阱刘玉宋的家属和谭景局住院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就是说以钱支付的除开一万 另外再一次性赔偿六千元给你 然后这个事故就是了结了 好吧 老谭签了字以后 交警立即就给刘玉宋的亲属打了电话 让他们赶紧把钱送过来 取得了当初死者和伤者的谅解 刘玉宋也就有了重庆的集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刘玉宋被暂时免于刑事拘留 天心区交警为他办理了区保候审的手续 这是能够投案之手以后 你在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我都做人的啊 我啊 心里怕虎啊 这就是同意在一起的 能够投案啊 尤其是你做个打算嘛 以后就要整体手法 整体手法 这不必中啊 再不做违法犯罪的事了 嗯 刘玉宋 是刘玉宋要求交警把他送回家的 他在外跑了七年 家里人不知道 他投案自首以后 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他觉得 让交警告诉自己的妻子这一切 更加可信一些 刘玉宋的家也在连远市 他的家还是七年前就有的那间老屋 七年之后夫妻再见 相对无言 刘玉宋回家了 接下来呢 还要等待法院 对他做出最后的裁决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刘玉宋在老家的一个媒谣找了份工作 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块钱 他说 在七年的逃亡生活之后 他终于能安安心心的挣钱养家了 刘玉宋的酸甜苦辣 可能也犯了罪 但仍在逃亡的人提一个刑 要想获得内心的安宁 要想过上正常的生活 自首是必然要走的路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